皈依三宝 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 早晚晚都要念三皈依 由此可知 三皈依的重要性 三皈依到底什么意思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三条是修佛 最高的指导原则 如果与这三个原则不相应 你已经离开佛法了 你不是真正修佛 真正修佛了 念念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归于佛 佛是自行救 自行是救护的 念念的救而不迷 这叫归佛 那么佛还有一个设计的 离体 那就是两个族 两个族是满族圆满的意思 一个是智慧满族 一个是福德满族 那拥而不迷 这两种圆满就陷进了 智慧圆圆满 福德圆满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福的意思 怕福 排斥福 不要福 那就是他不要智慧 他也不要福德 那排斥都不要了 不要福 智慧是愚痴 不要福德是平坚 那欲持平坚 每个人都不愿意听 他为什么要排斥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 要讲明白 那法是什么呢 大摩是法 这个佛陀 大摩 三切都是凡羽 凡尘中国就佛法身 法 利于众身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法就是万元方向 把你的欲望 无论是负面的 是正面的 统统要放下 为什么 叫你放下欲望 不是欲望里面的东西 没有欲望 这就是自信 自信里头没有欲望 有欲望 就是阿里耶稣 忘心 不是真心 真心里头没有欲望 成佛的欲望也没有 真成佛了 有成佛的欲望是假的 他自信里头还有个成佛 这个佛就是人物 所以自信清净心中 一法不理 只要有一法就错了 就堕落了 第三个 你看 第二个归大墨是方向 归生邪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团结 身一切是群重 是团体 佛说四个人以上 在一起生活 这叫重 佛教教育重 重中算 在所有团体里面 它是最好的团体 它修六号建 建和同结 就是现在所说的 共识 大家的想法 看法都一致 没有分歧的 这个叫 建和同结 第二个是规矩 建和同修 大众在一起 一定要有规矩 没有规矩就乱了 所以中国过去的家庭 是团体 他有几本人 在一起生活 所以有家道 有家规 家道实在讲 就是佛法讲的三规矩 这是道 大家有一个理念 为这个家奋斗 为这个家延续 把家道发扬广大 荣种要主 这是家道里头 大家的一个共识 共同的目标 家规就是地质规 必须要遵守 男女老少 没有一个人不遵守 带头的就是老祖宗 尊祖父 高祖父 他们带头 老也要守 不能说老了就不守 所以一家人都说规矩 有家序 有家业 这个家 精英的四业 那四业 也是多项目标 多财 多财 多知 众众的 团体当中 是最殊胜的团体 最好的团体 给一般团体 做榜样 这三规的意思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出 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不是好样子 就不能够想 不能够说 不能够做 所以三规是修佛的总纲理 总原则 天天要念 时时刻刻不能忘记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知道